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才给刘志军6460万元 我跟大家算过数 不如北京商场推销裤头的 6000瓦对比30亿 2%的回口 你就给他判一死缓 你杀了一个清官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过这数 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应该习近平对整个利益集团的估算 可能那个力量他有所偏差 或者说换个角度讲 我说进朱者吃进末者黑 那如果习近平无论他怎么做 享用人性的一面 反腐的一面 保住共产党本身 难度很大 搞不好把自己饶进去 如果他在过程中 知道这么个问题了 他与他原来说法有所距离了 实际操守跟实际的说法有距离的时候 大家会就看笑话 刘志军就有这种意思 看笑话的意思 BBC挺狠 第一时间把英国的各大媒体 对刘志军背叛死缓 与习近平反腐挂在一起 出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说 刘志军的死缓 与习近平反腐之间的关系 他首先引用的是 每日电讯报 电讯报讲 中共当局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的斟酌 才做出了这一如何处理刘志军的决定 话里有话很别扭 刘志军创了一个辉煌 把原来旧的铁路系统 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 提高到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每小时200英里 同时刘志军是农民的儿子 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盗贼之一 他不仅他自己受贿6000多万元 而且帮着同伙非法盈利30多亿人民币 这句话就是老外 刚才跟大家已经分析了 对吧 伙伴弄了30多亿获利 刘志军才弄了6000多万元 都不如长安商场卖裤头了 这你太埋太难铁道部长了 你还是不了解咱党内的情况 和国内真正腐败的情况 所以我也只能换个角度上说 也可能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 也不太了解下面挣钱到底怎么挣的 也没准人家了解 这事咱不能说死了 反正这个数拿出来 让那些在街面混的 对这个行情懂得的一点人 你像石涛懂得都是20年前的行情 那20年前的行情都不饶这个数 20年前的行情 那作为这个刘志军都算个清官了 你今天判他死缓 天下的大冤案 对吧 所以我只能说 在反腐的业务上有偏差 在给刘志军定罪 对这些贪腐官员定罪上有偏差 钱拿出来的数太少 那也可能人刘志军弄了16个亿 20个亿 但是根据整个党内政治局开会协调的情况 说干脆给他算6000万吧 这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这也保不齐 而作为这个每日电信报就说 这样的过程应该是政治斗争的吸尘品 所以这就是话锋一转 所有人就往明白的方向去了 他引述了清华大学教授吴强的话讲 许多官员对刘志军建造高铁网的工作 具有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他有能力 有很好的声誉 但成为政治斗争的吸尘品 我看过网上一些话 刘志军肯花钱 向这个潮汕地区的买卖人 他敢往里扔钱 觉得这事该办 花多少钱我都干 那刘志军另外一个说法 可能就像雷真富似的 有点好色 对吧 就这么点 那他肯花钱 敢花钱 那在这个利益社会当中 他就能办事 那肯花钱 敢花钱 如果他从高铁上 他一次能挣20个亿 结果他只留下15个亿 把另外5个亿给下边分了 谁都得说他好 好官就是 中共的好官是这么干的 你别乐啊 你自己也那么干 文章紧接着说 刘志军在预审期间一直采取配合的态度 可以预计他的死缓将改判成终身监禁 他的监狱生活将相当舒适 我们也跟大家讲 明天刘志军小母哥上长了一个小豆腐 那叫狡气 然后保外就医 这都保不齐的事 如果他肯花钱 他肯定受不了罪 他在庭审过程中 配合党中央把这事完了之后 我跟你说他想老了福了 一位很熟悉刘志军 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审判期间当局只拿出很小一部分罪证 可以看出当局从来都不希望处死他 这话里有话 拿出一小部分罪证 不是冲着他 是因为不能都拿出来 全舌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都算计好了 一块这么干也就完了 另外 两个与中共铁道部有密切关系的消息 一块来源说 刘志军不被判死刑 是因为他与胡锦涛的儿子胡凯峰和王兆国的儿子王新亮之间的关系 还有人说他的保护人是江泽民 所以我们曾经跟大家分析过 我说刘志军根本不是什么老虎 他是只死老虎 对吧 打老虎之前他已经死了 所以根本他算不上老虎 但是刘志军这么判这么个过程 让人们今天我跟大家说 今天是善恶大诀别的时候 让每一个人都看到 你只要跟共产党招边 你想廉政 你想廉政 比找女朋友 比找媳妇难多了 我跟你说吧 有人说找媳妇难 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我想清廉 比找媳妇难 那文章紧接着描述 这样的结果是对反腐运动的一种打击 《每日电讯报》讲说 刘志军真正的财富 可能远远比法庭上所说的多多了 因为他从贿赂者那里收到的一些房产 并没有他的名字 而法庭又把许多刘志军的财产 认定是他背后的女商人丁淑苗的 如果不这么认定的话 那刘志军的受贿数额将会巨大很多 死缓看起来就会太轻了 所以可以预见的说 丁淑苗危险了 商人 大生意人 小生意人 必须跟官联在一起 但是出事的时候 商人 生意人 一定替当官的顶雷 你叫黄继光也好 你叫董存瑞也好 不是堵枪眼 就是顶炸药包 死的是你 香港城市大学郑志希德教授 仲宇硕对每日电视报讲 刘志军的这一判决 对习近平政府所提倡的反腐运动 是一种打击 让人们看到 本来就不抱太大希望 但是新的反腐运动 和以前的每一次差不多 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一个盗窃了国家三亿元的人 只判死缓 会让人更加不信任 而卫报也讲出了类似的状况 卫报讲说 终审判决进行三个半小时 判决时 刘志军留下了泪 他为自己 为实现 使中国铁路系统 现代化的目标 和中国梦而道歉 这就是开玩笑 这是一种配合了 对吧 所以刘志军这样的人物 玩得最好的就是一点 他在市面上混了这么多年 其实最后他都没有时间 拿杯茶 蹲在自己374所房子的 任何一个房子的背后的后花园里面 喝杯茶的时候想想自个儿 说我刘志军是谁啊 吃饭也打个放屁巴结嘴的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时间想这些 因为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假的 不是他真实的自己 另外一个官位不雅于刘志军 那最近刚刚被拿下来的 那刘铁南 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这么说的 澳大利亚正在调查 刘铁南拥有澳洲假护照 那刘铁南他厉害在哪呢 能源 他是中共体制当中 能源部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石油多少钱呢 你加汽油多少钱呢 都归刘铁南管 文昭介绍说 刘铁南被捕时 持有一本假的澳大利亚护照 一张飞往悉尼的机票 和220万澳元 刘铁南早就要跑 他知道要出事 只不过他动作有点晚 为什么呢 他老想挣最后那一笔钱 我跟你说 今天很多贪官舌在里头 是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没事 他总觉得自己在中共的官场当中玩得好 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再捞一把 澳大利亚的财务回顾报9号报道讲说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调查 刘铁南拥有一本假的澳大利亚护照事件 他因为贪腐而被捕 文章详细的报道说 除此之外 还发现刘铁南在25个银行账户当中 有1900万澳元 有超过9公斤的金条和25颗稀有钻石 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一表示 已经注意到有关刘铁南被发现的持有护照 叫做刘亚平的名字 那澳大利亚外交部讲说 他们没有给以刘铁南或者刘亚平这个名字 发放过护照的记录 所以澳大利亚正在进一步调查 预防及检测对澳大利亚护照的诈骗 是外交部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就谁给他的假护照 那这事就就往下玩吧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 我觉得刘铁南就这么回事了 再看上头怎么博弈了 因为刘铁南的位置呢 他是跟周永康曾庆红 他们是合在一起的 因为那两个人都是原来主管石油系统的人 而刘铁南呢 是主管全国能源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我觉得这件事情披露出来最关键的问题 是今天还在官场上混的人 兜里有三五本护照的人 心里看这个消息有点打鼓 因为你谁手里有澳大利亚的护照 澳大利亚政府会借助刘铁南这件事情 对他的有关护照的 相关的护照的 中共官员的相关的一些护照 他会警觉的 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